今天要讲的东西比较多 我应该就不会把产品信息都打在下面了 这样子的话剪辑起来快一点 然后还是按照惯例 我会把产品信息都列在剪接下面的信息栏里面 然后顺序都是跟我讲的顺序是一样的 大家就是往下拉 往下拉就可以看到了 好我们马上开始 因为太多东西了 要先从护肤开始说起 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我都有用过 所以能讲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然后先从Lamere这一套开始说起 这一套呢我是在 应该是在尼玛 反正就是某个保护公司网站上买的 当时还有个200件50刀的活动吧 应该美国同学都知道了 原价应该就是Lamere这个Soft Cream 我最爱的这个面霜的30毫升的一个价格 相当于说是以前买30毫升这个面霜的价格 然后它多送一个15毫升的精华 还有一个像是磨砂去角质的一个东西 Lamere这个修复油 就是这个美容油精华油之类的 这个东西它好像15毫升就已经100多刀吧 快200刀 所以还蛮值的 而且当时200又剪掉我10刀嘛 就很值 Lamere这个Soft的版本的面霜 就是我去年的一个最爱嘛 然后详细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里就不细说了 然后这个油的话 这个油我还没有讲过对不对 这个油我也蛮喜欢的 就是修复功能刚刚的去痘印啊 痴痒啊什么的都是刚刚的 而且很怎么讲很薄的一个油的质地 抹上脸之后就是一点的不厚重 很好吸收的一个修复型的精华 最明显的一个功效 我觉得就是让皮肤更新的很快 更新的很快 就是怎么样可以看出来呢 就比如说你脸上有些痘印啊 顽固的痘印 啊几百年都笑不掉 几百年好像都淡不了 那就是用到它大概三四次了之后 你就惊喜的发现 第二天起来你就惊喜的发现 淡了很多痘印 那些顽固的痘印呢都淡了很多 这个油的话我也还蛮推荐 就是有痘印困扰的同学 或者是你皮肤实在太干了 需要深度的一个滋养的一个功效的话 那我还蛮推荐吧 这个美容油应该是我最爱的美容油之一 还有另外一款很喜欢的 到年度总结的时候再跟大家说 然后这个磨砂我就没有用 因为我心目中有另一个很爱的磨砂 所以我就没有试这款 好这个套装我们就怕了 接下来这个套装呢 是这个Dotter Barbara Storm这个牌子的 这个牌子不晓得 国内的朋友手不熟悉 反正这个牌子这几年在美国 北美这边很火 我大概讲一下我印象中 对这个牌子的认知 因为我忘记我在哪里看过一些这个牌子的简介了 就是他们这个创始人 就是这位Dotter 这位Dotter Storm呢 他有一个护肤上的理念 就是还蛮新奇的 在生物领域跟护肤界都还蛮新奇的一个理念 是说人的血清 就是每个人的血清里面的一些成分 一些东西是可以就是让你恢复年轻样貌的一个很抗老的一种成分在 就是每个人的血清里面 我印象中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感觉好像还蛮新奇的一种理念 对吧 这个理念呢 就被很多的好莱坞的明星 就比如说像Justin Bieber 他媳妇 就是这个牌子的忠实拥护者 总之就是有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啊 然后那些富豪啊 就还蛮认同他这个抗老的理念的 好 这个我们姑且不谈 我们再来讲 回到他的产品上面 所以我从那个印象之后呢 我就一直想要试他们家的东西 哎 今年发现那个北美这边的Sephora 有这个牌子了 其实这个套装我是今年夏季的时候 就是北美Sephora 他有一个八折的活动的时候 我买的了 然后我当时已经在回国了 所以就一直没得用 然后呢 我大概十天之前就是回到美国 当时需要导时差嘛 皮肤状态不是很好 不是很理想吧 就是又在飞机上熬了十几个小时 然后我又是睡不好的那种人 就是相当于说 就是通宵了一个晚上 然后没怎么睡觉 小时差嘛 又熬到晚上大概八九点吧 我才要去睡觉 然后我就抹了这个面霜 它里面是有个面霜的 它里面这个面霜的是20毫升的面霜 我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我还蛮想吐槽的 因为我想说 因为这个牌子 它应该定位是比较高端的一个level嘛 然后我打开一看 他们这个面霜是这样装的耶 就是像一个那种洗面奶 或者是就是那种 连那个正儿八经的那种瓶罐都没有的 然后我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说怎么这么敷衍 结果我用完之后第二天起来 真香 天哪 真的是 就是那个功效好 然后我马上想给它跪下这样子 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觉得比LAMEL那个面霜的功效 还来得更加的强烈 就是你第二天一起来 你睡了一个饱觉 不管睡不睡饱了 反正你就睡了一个觉之后起来呢 整个脸 你用手摸它 真的就是像小孩子的皮肤耶 就是又软又嫩又滑 然后而且脸颊两边会有那种少女的红韵 我的天哪 怎么那么神奇啊 就是好像一觉醒来之后回到1817岁了 脸颊两边就特别红润 很像少女的红润感 不是饭红的那种红哦 就是透亮的又红润又透亮 就整个就是皮肤的细腻程度啊 红润程度都非常非常惊人 而且一般来讲那种滋养型很滋养的面霜的话 我们睡觉起来第二天不是多多少少会在额头啊 或者是鼻翼这边会有点泛油吗 但是用了这个面霜第二天起来 脸部就一点泛油现象都没有 就是感觉它已经彻彻底底 这一整晚已经吸收掉的那种状态 就真的好得不得了 好得好惊人 我的大舌头了 就我想说我一定要买一个正装 但是我现在有点纠结 因为他们家这个face cream 这个面霜嘛 它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我看到是叫做rich rich face cream 就是比较可能更滋养一点 滋养程度更高的一款面霜 然后这款我试用的这款就是普通的 就是face cream而已 但是我想说就普通版本的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不知道rich版本的会怎么样 然后我又有点担心太rich之后 回到南宁那种就是 压热带的气候之后太rich的话 真的是会让脸太负担 所以我现在还在纠结 到底是要买哪个版本的正装 这个套装里面还有一个 要比较心动的一个东西 是这个eye cream 我有单独只用它试过一两次 我觉得去的效果是有 然后去浮肿 收眼袋的效果也是有的 但是就是不够 还是不够滋润 因为我现在很容易笑起来有眼门 特别是用了那个遮瑕膏之后嘛 然后它对于我来说就有点不太够润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还是有点纠结 要不要买它的正装 因为我其实还有别的 我比较喜欢的眼霜 这样子待会再讲到 它里面还有一个泡沫的洁面乳 是50毫升 这个洁面乳效果也是很好啦 就是洗了之后就是很细很滑的一种皮肤状态 它不是假滑的那种 就是嫩滑的比较真实的一种细腻的感觉 因为我这个人对洗面奶要求也没有这么高啦 所以就是基本上只要洗面奶能把脸洗得干净清爽就OK了 所以这个正装我也不会去考虑买它 因为价位稍微有点高 还有一个脸部磨砂 这个脸部磨砂要讲一下 我觉得是这个套装里面 我觉得还蛮一般的东西 这个脸部磨砂 因为我用了之后发现它颗粒蛮大的 所以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 比较薄的那种肌肤的话 可能不太经受得住这么大的颗粒去磨砂你的脸 然后我比较推荐的是另一款 另一款这个Lancer 是Lancer吧 这款磨砂以后再跟大家讲绵度总结的时候再跟大家讲 这个就比较细腻 里面还有一个深度保湿精华 就是像那种做研究的 或者是药水的一个这种小罐子 它说是一个可以及时的生效 及时生效的密集型保湿剂 我还没有用 因为它这样的包装分明就是 让你隔开的时候只能用几次这样子 所以我都还没有用到它 它说是短时间里面密集型就能让你完全的保湿 所以我还没有到很关键需要用它是我这个没有试 哦我居然忘记用它了 里面还有一个深层护理面膜一包 大概是10毫升 我居然忘记用了不好意思 下次用完之后再跟大家报告 哦对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anti aging body cream就是一个身体乳 因为我看不太出来它有什么anti aging 就是抗老的一个功效吧 因为毕竟抹身体我也不知道怎么能看得出来 有没有在抗老这件事情 然后呢 嗯就是对于我来讲我如果把它抹那个小腿的话 因为我小腿现在很干 不好意思年纪大就这样子就干到透皮的那种 然后它的话就对我来讲稍微还是有点不够润的 所以这一款这个身体乳我也不是很心动这样子 总的来说这个套装的话就比较适合像我 像我一样的就是对这个牌子比较感兴趣 然后想试一下这个牌子一些东西的人 然后这个整个套装的话还是蛮值得 大概是原价是110刀 当时我还八折买 然后里面的面霜大小很慷慨 20毫升 嗯还有就是容量来讲的话 还是蛮慷慨的一个适用的 给你适用到的一个套装 我本来是要买这个眼霜的中文 应该叫做琉璃巴拉巴拉的一个 之前也在那个去年的年度 应该有提到它 然后它就是比较油润型的眼霜 就是比较润 因为我现在不好意思要讲一遍 我现在就是眼下这边很干嘛 然后它比较油润型的话 就比较适合我白天用也OK 晚上用也OK 而且它的的确确去黑呀 然后搜索眼袋功能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个我之前详细跟大家讲过了 蛮好用的 这套的话我有试用这个Firming的Serum 就是一个紧致的精华 这个精华的话 这个质地也还蛮可以的 这个就是还蛮好吸收的一个精华 也算轻薄型 轻薄型的一个精华 它的紧致功效的话 还是就是还蛮几时能看得见的 但是你要问我要不要去买一个 它的正装的话 那我可能就不会买 因为我现在在用LP的那个 鱼子酱精华嘛 我觉得那个紧致效果更明显 当然价位就不一样了 这个套装里面我还在用的是这个面霜 就是这个质地的话 感觉这个系列的颜色都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面霜质地会比那个眼霜更柔软 更柔软 然后也更薄一些吧 也是很好吸收的一个质地 它的功效来讲的话 是的的确确有做到300多刀面霜的一个功效了 就是没有给我太大的惊喜 可能是因为我同期还在用那个 Dolta Berbera Stem的那个面霜 就刚刚讲的那个面霜嘛 给我的震撼度就没有那个面霜来的那么震撼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面霜也就还好 但它用了之后也的的确确会让皮肤比较细啊 然后比较软 嗯也蛮润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套装还送了一个这个 但是SPF只有20 我没有试过 还有一个像是那个精华水的一个东西我也没有用 总的来说这套也是蛮值的 就是你可以试到他们家这个应该算是资深堂本家 就本品牌比较高端的一个系列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都可以试到这个眼霜的正装的一个价格 相当于说我买这个眼霜然后送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试到 然后当时也是资深堂那个美国官网打八折吧 应该是八折的时候我收的一套 好这套也pass了 然后到这个和B-Boy应该是这么念吧 这个牌子的一个套装 就是他们家的机款主打的各种油 美容油的一个套装 follow我很久的人应该都知道我很爱他们家那个凤凰油嘛 混了两瓶这个凤凰油 但我现在用它用量蛮大的 我都是用它来抹身体 因为背后有很多那个疤痕嘛 就是抹它就是哎呀又软又滑 然后他们家官网当时也是 我忘记满多少刀了 送了一个小套装 这个待会跟大家讲一下吧 我很爱他们家这个凤凰油离不开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他们家其他的一些油 这个套装里面呢就有他们家的一些 几款算是名牌产品吧 或者是主打的一些柠檬油 这个橘色就是凤凰油了 它里面有只小样 然后买这一套我主要是想试这个 就是一个moisture glow oil 但是呢我用下来它有个成分比较特别 我不能用中文说出来要用英文讲hamsi 我打在下面就是大概刀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是这个油也有试用了 这个油的话也不厚重 就是也是还蛮好吸收的一款油不厚的 然后呢它还稍微会有一点震静的效果吧 因为我鼻翼两边底下会有点泛红嘛 就白天抹它的话就是那个泛红的现象解清了很多 就基本上不红了 然后呢你要说它有没有glow 有没有带给皮肤光泽感的话 那我觉得还好 就是没有说用了之后特别透亮这样子 但是呢moisture是肯定有的 因为它毕竟是一款美容油嘛 我觉得有的话肯定会多少会滋润到 也不是那么的特别就是非它不可这样子 所以我 而且我现在有很多喜欢的美容油了 所以我这款症状也不会买 我也没有试 因为我暂时还不需要 适合豆皮啊 让那个皮肤balance 就是水油平衡啊 或者是调理 就是让皮肤比较干净的一种状态 它里面还有这款油 这款油呢我也蛮想试 但是最近我脸上试的东西太多了 还没有排到它 它的话我比较感兴趣一点 它是说它是一个retino 就是某一种成分 它说是这个retino的可替代品 这个成分在护肤品界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 一种可以抗老的成分 但是呢这种成分用在护肤品里面 有个副作用就是会让皮肤比较干燥 然后甚至会产生脱皮的现象 所以呢这个可能他们家 因此就研发出了替代那个retino的 还没有用 如果之后的的确确就是什么去纹啊 抗老的效果很好的话 我再跟大家report的 然后这个油是紫色的 对对刚刚我讲错这两个比较胖的 这个紫色跟这个透明 它是一个精华不是油了 当然我两块我都没有用 然后因为它这个主打果酸跟水阳酸 我觉得这两个成分的话 对皮肤来讲有点刺激 然后还有一套也是他们家的这个小套装 是就是之前我讲的 我在黑舞的时候在他们家官网 记者买的那个凤凰油 然后送的一个小套装 它里面也是这个透明的这个serum prism这个系列 都是主打果酸跟水阳酸的 所以我都没有试 我觉得这个敏感肌的话 也要注意一下这两个成分 就是虽然它达到一种角质调理的效果 会让皮肤比较 怎么讲呢 比较均匀 肤色比较均匀啊 然后比较透亮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成分有点敏感 所以我都没有试 单独的我有买兰蔻这个眼部精华 就是其实我用完一瓶了 但是我之前呢 完全不知道原来它是可以有滋养 那个睫毛的效果的 我已经在微博上给大家推荐过了 就是这个真的对那个滋养睫毛 秀秀秀的 就是你用了一两次之后 就惊奇的发现下睫毛长得特别特别快 就是一样睫毛也比较强韧 其实它是一个眼部精华嘛 就是在用其他眼霜的时候打底的一个眼部精华 我觉得是稍微有体量的效果的 所以这款画算是那个二合一的功效 接下来呢 我就是又买了一个new face的这个仪器 哎这时候你们该问了 你不是有new face mini的吗 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最初买的那一款mini 坏掉了 就是彻彻底底坏掉了 而且已经用了好多年嘛 没在保修期了 然后呢我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回美国的时候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mini 这个还在这里 哎真的是好死不死 我才用了大概一个月吧 等我一拿回国 然后没用了几次吧 它就用不了了 然后我现在又有点离不开这个new face这个仪器 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你们也看得出来 就是我自从把左边的上下两颗支持 都拔了之后呢 因为人的脸部啊 就是形成二十多年以来 就是形成了几十年的一个脸部的一个构造 就比如说我今年32岁 然后左边这边脸相当于说我自从长致尺以来 可能也有二十几年的一个时间 或者是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 它就会 嗯 就是说骨骼支撑包括牙齿 就会支撑了这个脸 它就会已经定形成一个形状了 然后呢 我在今年突然把上下两颗的支持都拔掉了之后 就像比如说像鸡木吧 你抽掉两个东西之后 哦 那上面的东西 上面的肉啊 嗯 就哎 突然就会掉下来 对不对 就像鸡木一样 你把底下两个釜底抽新了之后 哎 上面的东西很容易摇摇欲坠 然后要掉下来 然后呢我现在这边脸颊情况就有点像 类似这种情况 我觉得哦 苹果肌部分就有点往下坠 呃 然后就搞得我这边的法令纹很重 然后我现在就多多少少离不开这个仪器 然后这个仪器就是可见这个仪器的那个紧致功能 真的还蛮有的 就是能让脸部轮廓就比较 也不说特别紧吧 当然不能紧成这样了 但是呢 就多少会帮助脸部恢复 就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轮廓 坏掉这个new face 我是拿回来 这次拿回来要寄回厂家 让他们给我换 或者是修怎么样的 就有点angry 别的说这个mini的这个版本 真的还蛮容易坏的 因为我几年前买的 最初买的那个 其实也是坏过一次了 我寄回去让厂家 他们又寄了一个新的过来给我 然后就是今年上半年就彻底坏掉了 我回国之后还在大淘宝 找过一次那个 就是大可以 国内的小伙伴可以这么作为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new face 这个美容仪已经过了保修期划 你可以在淘宝找一下 就是可以修的那些师傅 他是有的 可以修的 然后我那款很老的仪器 还挽回过了一次 但是现在就是内心多多少少 对mini款的就觉得说他们很容易坏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是干脆直接买了他们家这个比较 原版 就是比较大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的话我用到现在也没用多久了 十天吧 就比mini更多一些选择 它有五档 然后最大档的话的确那个功效会比较厉害 这样子就是那个电流感比较强 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它虽然看起来大 但是其实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 就像是说我把它充满电子之后 我带出远门出差都ok的 然后也能用上一两周吧 它里面是送了一个这个大概60毫升的一个这个primer 就是用这个仪器之前要用一个primer嘛 当时呢我是在nostrum上面买的 然后是大概是七五折还是八折 应该是七五折吧 我忘记了 多送了一个148毫升的这个primer超纸 我觉得我做了这么久功课 我觉得我下了这一单买的这一套newface是最值的 因为不只是这一套它直接打七五折 当时他们网站上还有一个活动是消费满250刀 它还有一个反例的活动 反gip card的一个活动 又反50刀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折扣活动了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直发棒 然后我当时是七折买的 这个牌子叫做Harry Josh 一个蛮专业的专门做 就是头发 怎么讲 头发工具的一个牌子 像他们家那个吹风机啊 就是直发板啊 然后卷发棒啊都美 每个产品嘛可以说口碑都非常好 然后很多明星也都很爱用的 当时我是七折买的这个 这个是TRAVOR SIZE的就是比较小的 给大家看看它有多小 就是不要看我现在拿它好像比较大 我的后面两颗小手指的一个宽度就这样 它小小的体积也可以调温度 它有五档就是可以让你调 然后我讲一下它夹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非常专业非常理想的一个直发的效果 就是它夹出来不会很死 就是不会直的很死 比较自然的一种直发 然后也不会让头发发硬 然后也不会没有光泽 也不会毛躁 就我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是那种发亮星多人的话 发亮多星人的话 就是又不使得要需要出远门啊什么的话 我觉得买这个TRAVOR SIZE蛮好的 这个大小我要讲一下 这个大小也非常非常的好拿来卷 拿来夹 特别是这个刘海 就是这种宽度的话 就是你这样子夹它 然后还能就是稍微的卷出一点弧度 反正我觉得我对这个SIZE非常非常满意 就是小而巧 就是非常喜欢 然后它还有这个套的 接下来呢是一款那个手霜 我是不是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手霜了 对我最近喜欢的是这个TOKA TOKA TOKA 这个牌子的手霜 他们家是做香水的 然后他们这个手霜的味道 也沿起了他们家香水的那个风格 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女人味 然后有点淡雅 又有点小优雅的那种感觉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就他们家味道的话会偏向于比较女人 然后比较柔软的一种味道 不知道这样形容你们能不能get out 就总的来说我是一开始是先下单的单只 这个绿色的 它是一个花香的一个味道 还蛮好闻的 每一只都很好闻 是比较淡雅的那种味道 就是不会让你刺鼻 然后也不会很大很呛的那种味 然后呢后面我才发现 原来他们家出了一个套装一个set 里面是三支 原价呢是一支是十刀 然后那个set的三支是22刀吧 我记得里面三支呢是三个不同的味道 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那种香水 是带有橙花味的香水 或者是橘子味的香水 那你肯定很爱这个味道 它就是有点橙花 就很清新的橙子的味道 还有点橙花的花味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你们闻你们闻 蛮润的 就是在手上抹了之后呢 哎呀好香啊 就是抹开之后呢 会让手很柔滑 当时Saflava还买了这个 这个是我最爱的一款防晒 在微博上给大家推荐过嘛 就非常的轻薄 它是一款物理防晒 但是完全不会反那种光 就是很死亡的一种光 就是会让底妆死白死白的一种光 完全不会 它虽然是物理防晒 真的非常轻薄 而且它的这个防晒指数 SPF50耶 然后PA++++ 就很厉害的一款防晒 就是再买一罐了 结果就完全断货了Saflava 一打折它就断货 就真的很好用 这个应该叫ELEA 这个呢我是看中它 它是一个定妆粉 然后呢它说是Radiant的定妆粉 但是我觉得妆效没有说有什么光泽感 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 不光泽感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样的 就很自然的一个定妆感 很自然的一个妆感 我一开始是看中它 就是它是带有那个SPF20的嘛 那个Saflava网站上面看到它是这种样子的嘛 我就觉得它非常好携带 事实上它也真的很好携带 而且它这个构造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把它推开 然后它就会像这个小刷子一样 而且特别特别柔软 然后粉的话也很细腻 不干完全不干 放进包包里也OK 我主要是看中它 它是有防晒指数的嘛 就相当于说我如果就是比如说像我回南宁之后 每天都晒着晒那个太阳 就是不停的在晒的话 那我平时补妆的时候啊 就是比如说出油的时候 我在用这个定妆粉的话 盖上去 它有防晒指数 对不对 就很安全 整个人感觉就很安全 Safe Safe 不知道为什么Saflava上面的人 都嫌它比较小 但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这个大小才好 方便携带呀 我对今年出了一些新彩妆 好像就是感觉吸引力没有那么大 对我来讲就比较出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彩妆品 我最喜欢这个 这个买的好好哦 好合适哦 每一块颜色 每一个颜色都可以用得到 都适合亚洲人 而且它压得很好 完全不飞粉 因为这种小盘子嘛 我就真的很怕它飞粉 因为它快一快之间那么近 如果飞一飞的话 那个颜色就混在一起了嘛 又脏 但它一点都不飞粉 压得很好 而且粉质也很好 就你拿那个毛刷 就你拿那个刷子取粉 它一点都不飞粉 然后粉质也很好 就很好晕染 我今天的那个眼妆 就是用它画的很好看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很秋冬的一个配色 就是你可以画棕色 然后也可以画红棕 可以画橙棕 然后它包括的这个primer 它是一个眼部的primer 在这边也很好用 就是可以遮盖一下 就是眼部的那些色块布局呢 或者是有些小板点在眼部上面 就是之前他们家出过的一个限定的一个色号 然后今年之后呢 不知道是不是成为常规色 也是很好很好看的一个配色 关键是我觉得是那个亮片色很好看 就是他们这里有一个大 比较大一点的亮片色 非常好看 我再切一个那个试色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四个色也是比较日常 对我们亚洲人来讲 就非常日常 就非常精浅的一个颜色 就是我觉得这盘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因为我也不晓得它会不会停产 这个话是我冲动购物了 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Beauty Leach上面是七折 那它刷顶中的整个是七折 然后我就 我说不行啊 就是七折我总得买点什么呀 然后我就看到这盘 这盘也不是说不好 它这个配色我是觉得蛮常见的 而且有些颜色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用到 这边的话还是蛮实用的 但这边的话就可能是会被我打进冷狗 我一问连试色都不想给大家试 大家想玩话到网上做一下功课 我刚刚忘记了 我有买这个Pharmacy 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卸妆膏 我今天还是最喜欢它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轻 非常好方便携带 就你出远门啊 就是拿他们家比较小的那个版本的就OK了 我后面是发现他们家出了一个很大容量 就是这个超大的 比我脸还大的这个容量 八折的时候买的超大的一罐 没打开这么大一罐 天呐 跟药罐子一样 我还买了这个Sauvrat 自己出的这个洗刷子的这个罩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刷子都用了他们家 自己出的这个 我之前好像也有推荐过耶 就是它里面是有带一个这个垫的 这个 就这种颗粒垫的 就是你洗刷子都可以在上面扫一扫 这样子更干净嘛 我还入了这个Benefit的贝菲林 就是今年新出的一个高光 我还蛮喜欢的 我有用在这个 就是鼻子中间这边就是还蛮显的 蛮显的 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有点慢慢暗淡下来 就是没有这么亮了 就没有这么显出来了 然后它是有点偏那个 怎么说呢 它是有一点 还是泛着荧光的吧 就不是那种香槟精 也不是说金色系的那种 就是还蛮适合亚洲人的 我最喜欢的一个眼部定妆刷 现在定妆粉沾了之后啊 你就是按压这边就OK了 然后就是完全不会扫掉你的那个遮瑕膏 就follow我蛮久的人应该都知道 每次都看见我这用 年终的时候 在那个suffla官网 它当时是 相当于说已经有折扣了 然后当时又在打八折 我当时呢就是收了 已经收过一根了 年终的时候我收了这一支之后呢 我就有点忘记了 然后年末这一次打折呢 我是逛suffla的时候 我发现它又在折上折 然后我又下单买了一支 或者我过年的时候拿来送给大家吧 我还买了这个fenty beauty的海绵 大家应该都知道蛮好用的 我之前有买过 但是我没有拿回美国 放在国内用了 然后这个花就是很软 就是软软的 然后也很细腻 就是很好用的一个海绵 我还买了suffla自己家出的这个海绵 这个也挺好用的 它里面是一小一大的 然后这个小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为什么镜头里面看起来都很大 以前啦有出过一个是葫芦系列的 就是像这样的 葫芦的 我才知道说这个葫芦形状特别好用 其他的不太行 我印象中其他的他们家出的海绵就不太好用 就只是这个葫芦的好用 它就是有点雷射的耶 这个也是有点这种科技感 科幻感的 然后包括这个包装这个也是很明显 诶好了好了讲回来 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就是还蛮好看的 就是还蛮科幻的一个感觉 然后它是有点透明的 我给大家切一个特写 它上面的这个毛 它上面还有点浅蓝的渐变色在毛上面 放的底下放的蓝光还蛮搭的 就还蛮柔软的 我觉得因为technics出的这个系列 就是价位虽然比他们家普通系列高一点 但我觉得完全物有所值 就是做出了一种专柜牌子的质感 我收了一把是这个修容的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这个大小也很适合亚洲人 就不会过大 因为你们知道那个白人跟黑人 他们都喜欢修容的时候整片刷这样子 就我们亚洲人就不需要 就比较小的一个局部就OK了 然后一把这个粉底刷都很好用 它刷出来的粉底妆感就是比较自然的一种妆感 就不会过厚也不会过薄 就是它的覆盖力也还在 就还蛮好用的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像是头皮清洁剂 但是它说也是可以替代那个洗发水的一个 呃洗发水 这个牌子应该也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护发的盘子 然后我用下来是觉得就是洗的那个头皮蛮干净的 因为干燥天气下嘛我真的很容易起那个头皮屑 呃特别是穿高领衫的时候啊 就抖一抖感觉就是这边就下雪耶 然后这边就是头皮屑多到像是下雪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裱花的那个那个嘴 就是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比较有针对性的 就是射到你的头皮上就某一点上 先说一下它是有一种醋酸的味道 就还蛮酸的一个味道 它本身成分就是有苹果醋的 就总的来说是会让头皮洗的比较干净 而且也能balance就是让你的头皮的PH值就比较平衡吧 还买了flesh的这个唇部的一个护理算精华吧 嗯我觉得如果是五颗星是推荐素的话 它那它可能是三颗星 我也不是很推荐 因为我觉得它没有说给我一个很震惊的一个效果 它大概就是稍微有点修复的效果 就比如说我嘴巴比较干啊 然后用了它之后第二天起来会缓解掉那个干的感觉 就是比较基础的一个功效 当时Safara上面我还买这个Gucci的这个香水 就是花香的那个 以后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些我比较喜欢的香水 但其实这个不是我最爱 不是我最爱 我最爱的以后再跟大家讲 这个牌子也可以讲一下 它是好像做的比较有质感的一个牌子 就是一个彩妆的牌子 嗯然后我收了这个套装 我是想试一下啦 因为我的嘴巴有段时间蛮干的 一直用口红的话死皮也比较多 又干 然后皮又多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家有出这个叫做 Lip Oil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它也不算是彩妆 可能更偏向于护肤 就是护唇类的产品 就比一般的护唇型的唇油来讲的话 它的颜色更浓郁 这个色是这样的 就是很浓郁对不对 哇颜色很饱满 很饱满 然后也很滋润 因为它毕竟是Lip Oil嘛 就是唇部油 唇油 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光泽感 就是还蛮润的 然后也会显得嘴巴比较饱满 相对于说你画一个眉毛 然后涂它 也可以出门的那种 我还入了一个Tone 4的这个 小款的小支的这个白色包装 这个色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色 嘿嘿大家不用试了哈 这个色实物的话 跟我之前做的功课有点不太一样 我上嘴之后是有点裸桃粉色的 就不是网上做的功课 像是那种偏巧克力色系的那种 但是也还蛮好看的 我今天有用 哇我觉得美国直春秀官网真的是有点 crazy 就insane 有时候做那个活动真的是 我当时买了 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家腮红 当时三样东西 呃原价就算起来大概是八十几刀吧 后面那个活动砍一砍下只剩下三十几刀 三样东西三十几刀 这个没有用 这个试给大家看 手臂上试好了 诶 这么厌了吗 就是一个红色 不好意思 感觉这一支没什么好推荐呢 我刚才发现原来我眼下这边 那些睫毛膏有点晕开了 所以刚刚就是去弄了一下 只是说我今天嘴巴有点干 但是没关系 这系列蛮润的 就是唇红齿白 显得牙齿又白 唇红齿白就这样 有没有有没有 哇超级超级显得白净 像是那种鲜番茄色 很好看很好看 还有一个今年圣诞的限定的口红 唯一能买到的 因为我还蛮想买 Mac出的那个就是星星印花 那个也是闪闪闪的那个口红嘛 但是想买那个颜色 一直都是断货买不到的 之前还是官网那天七折 然后我上去一看 哇居然有这个色 我真的是感动 这膏体是这样的 太好看了 就你们看 哇太好看了 这样的 好好看哦 虽然没有试过 但是我打开看这个膏体颜色 就蛮击中我的 像是那种比较深的砖红色 但是呢我今天也不打算试 不好意思 我要再欣赏一段时间它 我再涂它 今天讲了好久 讲到我这个睫毛膏都晕开了 就是完全没有感觉到 好今天的话就感谢大家收看了 然后那个信息的话都在下面 大家慢慢翻吧 我估计也有几十样吧 好大家下次见拜拜